請聽聽醫生說看的共同的朋友 我是丹英興醫師 今天來給我們拆訪的李家彥醫師 他是在高雄很出名的家醫科的專家 李醫師你好 陳醫師你好 大家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叫李家彥醫師 家彥醫師是高一筆 對 選美 幾年出 我那時候是民國六十九年 民國六十九年 比我年輕 我五十七年 李家彥醫師也是高雲的李士龍醫師 婦產科也來給我們拆訪 很出名 你們給我拆訪的時候 我們call-in 竟然有被他接生的小孩打進來 我告訴你那時候 可能專家都是一半的小孩都是他 都一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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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時不是說 家彥醫師說 李醫師啊我是你接生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平均 你是怎麼想要做家醫科 我實在齁 我是我們又騙去的 我不要這麼說 因為我 我當醫學師是給他騙的 因為我金布就沒空 我當他很痛苦 不然你本來 你高中的時候 你比較有趣 為什麼要做建築事啊 建築事 哇 為什麼你對建築這麼出名 我還不是說我對建築的 很有趣 我還要看那些聖品 都 結果因為我哥哥做醫生 他就說這個醫生很好 真的嗎 讓你看看什麼死亡者的傳系 我看他找 就跟誘惑去討醫學系 你們高副業兄弟姐妹 我家五位 我家五位 那是多少人來討醫 那三個高副業啊 高副業 高副業 我們學會討到爸爸 三個 兩個做老師 三個做醫生 很單調 三個都高副業 你真的 高副業辦一個榮譽校友 對 我們姐夫也高副業 你們爸爸也是藥師嗎 對嗎 我爸爸藥師 這家燕醫師的爸爸 原來是很出名 以前好像藥技師公會的理事長 對 而且很會寫書法 對 他的書法是很漂亮 很漂亮 對 我記得 那時候我創一個醫療室的博物館 你們爸爸的藥 他下的書法 我都給他收藏 好 我怕醫學 就是因為 建築沒有扣 專門把醫學做 我還說你踏下去很痛苦 解剖學 我有夠痛苦 然後在刺激的時候 每個醫療刺激 唉唷 我又那麼痛苦 真的 我感覺說 天啊 我這生就不會這樣過嗎 譬如說你如果看 藥學廟科 你看鞋子 平鞋子 沒有了 你如果看一個心臟科 然後就看隔壁 看中風 看心臟白 沒有了 他就在那裡 有夠不差 沒有了 好以前 那時候 剛才嘉義科 剛才出來沒多久 範圍最廣 就對了 對 就是說你看嘉義科 不管是什麼事情 他都可以看 不管是老的 會睡孩子 女兒 女兒 不管是心理的 身體 或是家人什麼問題 都可以找你 我感覺說 這比較舒服 只好選這顆 還沒有 如果說局限在一個小反對 你沒心臟就對了 沒心臟 所以你這個人是 興趣很廣泛喔 意思是這樣 對不對 對很多事情都有興趣 所以會說 我記得要做醫生 沒有抖 不然也找一顆 三個人都看 比較心臟這樣就對了 比較有變化 也比較有挑戰 對 告慶你的建築夢 有沒有放棄 沒有 還在想 我就想我退路了 我再來躺 哈哈哈 對 對啊 真的這樣 有醫生就是這樣 他本來要躺 不是說自己的第一志願 但是比如說 有的是對音樂有興趣 有的對畫畫 還是說其他的 很多社會的事情 所以 到最後再去 投入自己本來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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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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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四十年 我七十六年畢業 所以我做醫生做三十四年 我還沒四十年 對 我看 四十年 做到四十年之後 又去追尋建築夢 但是 也可以同時 有的 對 就是說 以前 哪做 但是 花了一些時間 開始去 投入你 喜歡的 這種設計 建築 就是說 你沒有以前 要說以前 做到專業的建築師 做處理的 對 所以 你說對建築處理 你圍圖 我沒有說圍圖 這有在畫圖 我現在用電腦 現在用電腦 現在用電腦 好 這個門檻 就比較容易看過去了 你對設計有興趣嗎 很有興趣 那就好 非常有興趣 那這個就可以做 對 我沒有 所以你自己的住 你有自己設計嗎 對 我有一位設計是朋友 他在我大體設計 之後 外行操修 你有自己很多IT 放進去 對 所以你的靜塑 是不是有設計跟進步一樣 當然 真的嗎 對 靜塑在哪裡 大家來參觀一下 我靜塑在那個 道遠白那裡 喔 道遠白那裡 OK 什麼診所 傳家 家庭醫學科的診所 傳家 傳家之保的傳家 傳家 傳家立業的傳家 對 道遠白那裡 你的特色是怎樣 你說 和人不太一樣 可以描述一下嗎 我們診所 那個小孩來 說 這裡像道書館 喔 好 整個旁邊都會找 喔 那都小孩找 沒有啊 沒有大人 這裡也可以看就對了 有大人 小孩當中有網雜誌 這都我筛選過 我都看過 啊 牆壁 會不會像個畫廊 有 那讓你得到 沒有啦 這也是我的夢 我以前喔 很短暫的時間喔 我有一個精神科的診所 在台北啦 我也是 我的 從外門一看就是 都是書啦 我都排列好像書店一樣 可以進來看書 然後我也是都掛了很多畫 嗯 可是喔 我告訴你喔 畫會被偷耶 哈哈哈哈 這是我的慘動 今天耶 我有一次喔 假日嘛 沒去診所啊 到禮拜一早上一起 哎呦 我的門怎麼沒有鎖 不對啊 一進去看 哇 畫框掉了滿地 他把畫都 小偷偷畫的時候 不會連畫框都拿走 對 他把你畫框丟了 他只拿那張畫布 你比較好找 啊 那一次我 損失慘重 而且我學了一個寶貴教訓 因為我報警嘛 警察來問說 你的肚子做什麼 死了 我說不出來 你沒想 對 你說你為什麼沒有拍照呢 你要拍照啊 你拍照 我可以把你這個照片的檔 公告給所有的畫廊 假人 有人拿這個畫要來賣 那個就是章品 就是差辣 老闆的嘛 你沒畫一個 你的原始畫的圖檔 我沒知道我拿你出來 好 我 你怎麼知道 我回來 這真的是一個教訓 但是 這也有公眾的朋友參考 你如果收莊度的人 要先有一個存檔 我斟酌外面還有一個飄疏區 飄疏是什麼意思 飄疏就是說 你家裡沒有在看的照片 你可以放在這裡 我就放在門口 隨便大家人去擠 你如果有什麼照片 你也可以放進來 隨便 我告訴你 我哥哥那時候來看說 你以後空輸不想啦 這馬上照片都被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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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但是 那也是有人在看 有話說 我告訴我哥哥說 你錯了 高雄人才有氣勢 這點就讚啦 高雄的氣勢要發育 對 我們要的菜不可以讓客戶 絕對隨時都有人會來補充 這也是一個福音 我想跟你說 像我們比較老的人 家裡的菜都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所以你現在補一個好的菜 因為你現在要捐給圖書館 圖書館還不要 因為那個紙本的東西 他要算 他沒得放了 所以他只要他要的 另外我還有一個台大鄭親仁教授 那是歷史系 很出名的高雄 他在日本找很多 因為他是東大會博士 他做研究是衛進南北朝 所以那些菜有夠多 我如果去他家 他的菜單 滑滑又放了 連碰衣就 都 我如果要做 就要把那些菜稍微刷一下 他跟我說 他八十幾歲了 他說他菜要管給台大 台大總徒儒館也說 沒了沒了 我們來看 我們要愛 我們趕快而已 村子沒辦法拿去收 所以你現在說 補這個福音 我們高雄的好朋友 如果要找的 可以去傳家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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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短短的幾十個字可以講清楚 所以 多少多少 有時候要寫一本書是一四人的研究 或是一四人的地位 心得 我看書常常感動到調研類 你不知道 我很愛好 我英伯就知道了 你英伯有出一本書就聽說聽說 我看這個 或是看電鍵 看電視 我都會好 就很容易受感動 所以書中真的不是說黃金屋 書中自有感人的東西 所以李嘉燕醫師 鼓勵人看這個 這是好事 所以你 譬如你選擇嘉醫科 你去哪裡訓練 我在高醫 那時候有嘉醫科 第五檔 剛才是嗎 第五檔 剛才有五檔 所以那時候在學生的時候 我就說很可愛 就問我說 蛤 你要不要嘉醫科 你爸爸有同意嗎 你哥哥有同意嗎 哈哈哈哈 就跟同意嗎 他說 這裡可是沒人要去的地方 又新開花 陌生的地帶就對了 對 你哥哥還沒說 他做有十個 他別人那麼多 叫你要盜竊 沒有 他沒辦法管我了 你知道我在學生 所以沒辦法管我了 你說我給你騙那個人 他已經騙一次 不能再給你騙第二次了 對 所以嘉醫科 主任夢 你說有沒有真的同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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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騙 我說他沒辦法管我了 OK 好 所以 我就進去嘉醫科 隔夜分是很粗糙 剛才開始 所以是新的東西 新的東西你要做什麼 你就要自己創造 OK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 一本textbook 一個外文的教科書 特本 好 我們大家師父來討論 今天討論第一章 對 是討論 對 這樣來建議說 到底 家庭醫師在我們台灣 是要做什麼事情 是要討論 OK 好 你現在可以跟我們空中的朋友分享一下 最後你們總是有一個共識 說嘉醫科的醫生是什麼角色 對 我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台灣沒有這個觀念 就是說其實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家庭醫師 每個人幾乎好 你們幾乎好的人 不管你們老公 阿嬤 或是老別老母 或是你們的子女兒 都需要一個家庭醫師 那你就說 當然你這個家庭醫師要找到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老小的 就是你們整個國家不管什麼問題 什麼心理的還是身體的問題 都會先找這個醫生 諮詢啦 疑問諮詢 還可以做粗暴的檢查 或是把你screen 把你篩選 說到底是應該看過了 如果他覺得這個 你應該再去找什麼醫生 怎麼專科醫生 你這個家庭醫師他會幫你專進 不是說大家 有什麼別人 大家都是衝醫學中心 衝醫醫學中心 醫學中心 連感化要看 對對對 我剛聽到那個隔夜的衛藏科 我剛聽到那個隔夜的性情科 我覺得這真的是亂 所以變成大病集滿的人 都是人 家庭醫師大家又不知道在一起找 不知道在一起 來就是說 因為醫生了解你們全國會的情形 所以今天你如果有什麼特別的狀況 他會第一個知道 他會覺得不對 他會覺得不對 你們討論是不是這樣 他也了解你們家的 遺傳性疾病 他們全國會的健康的守門員 對啦 對啦 先經過這個來看 下一步要做什麼 我剛才記得家庭醫生醫師制度 像我們這次遇到COVID-19 就不會這麼亂 對 怎麼說 疫苗你就找你的家庭醫師去做 對 他最知道你的情況 對一個有高血壓 對一個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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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一個對什麼有過敏 都知道 這樣最好 最好 就不會這樣亂 就還需要說 還要特別適合什麼制度出來 歡迎各位觀眾回來 聽醫生說看看 我是朱祺琳 丹英雄醫師 今天在給我們裁訪的 李佳燕醫師 我們共同的朋友 聽她剛才這樣 第一段說就知道 很有主見的一個女醫師 好 她剛才說到家庭醫學科的醫生 每個人都需要 每個家庭都需要 科學我們台灣 到現在要不建立這個制度 是啊 那在進步的國家看病 都是這樣的 像說你今天在英國 你在美國 都是要先找家庭科醫生 是啊 沒有人說自己在看心中科 什麼在看 他有這一科 還是要看哪一科 一定是家庭醫師給你轉介 這個家庭醫師 就負責照顧你 或是你家人的人 會健康 這在台灣要推動 還要 會燉到什麼困難 我知道 現在因為 我們 衛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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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推動很多年的家庭醫師 都撞不走 撞不走 這個跟健保制度 可能要配合配套 對啦 我也記得 我們實施全民健保 一開始就是 你要先找家庭科醫師 轉診才可以去醫學中心 還是住他 好 結果 民眾就不接受 就打電話去 那時候叫衛生署而已 對 去衛生署 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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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 是 所以 我是覺得說 健保這個 用意本來是正確的 但是呢 擋不住民眾的壓力 我記得那時候 署長是詹博雅 也叫我們學姊 學姊 既然也走路 只好開放了 一開放到現在就收不回來了 但是 還有一項是說 現在加醫科醫師夠不夠 到底全台灣現在有多少 加醫科醫師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你們可以問你們家醫科醫學會看嗎 因為 這個制度要實施 我覺得 兩個問題要解決 第一個 我們家醫科醫師當然要夠 才能照顧全民 不然有些地方找沒有家醫科醫師 要怎樣 第二個就是 家醫科醫師的素質好 民眾有信心 看一個家醫科醫師 就真的 百分之八到十的問題 問題都可以解決 最後只有那個百分之十 左右的比較困難的 才要轉戒 對 大家對 這家醫科醫師都有信心 欸 我就不需要先找他 大便 大便 拿來拿去 掛一個好 很痛苦 就更淡 就更白 這個很 欸 有一個住在苗栗的病人 他親自告訴我 因為有一邊看我寫文中 我自己去台大 我那時候 假裝先生生一個困狀 那也是去台大 你如果說要開桌 你就知道台大就要做很多檢查 都一直排隊 要做X光就排隊 要做新電圖排隊 要做學排隊 不然 反正台大 一直排到 還沒做完 我很生氣 我總是說 我不要開桌 我總是回去 你知道嗎 我教台會跟台大說 我取消了啦 我不做了啦 你們這個 全台灣第一名的教學醫院 服務正差啦 中午時間休息對不對 醫護人員 問求啦 或是關於家 去吃飯了 一個台大 只要去幾萬的人 不知道要做多 沒有地方休息啦 沒有地方休息啦 暫時等啦 看診喔 沒有隱私啦 廟哥 我真是沒有我嚇到 十幾療癒 十幾個醫生 十幾個白人坐在那裡 同時在看 還沒拉鍊 還沒 都沒拉鍊 都沒有 隔壁什麼 我都看得到 所以 連做新電圖 你知道多少錢 他叫我站在門口等 大家都排隊都站在擋 裡面一個人在做 做了 他隨便說 進來 他說他還沒爬起來 我怎麼進去 他說叫我躺下來 我衣服還沒穿好咧 你也好啊 好 所以喔 真的去醫學中心看病 我寫這筆文章出來 有一個苗栗的 歐巴桑給我打電話 永成醫師 我早上六點出門 我要去台大排掛號 走掛部 等到八點開始掛好 掛到 九點開始掛 一台到十點半 十一點 看到沒 看到沒了 再檢查一堆 做到那個報告六點也不算 回家住 還沒夢了 第二天早上 又要去排隊了 我說 所以我們這樣 實在說 你要有一個家醫科醫師 你看多好啊 是啊 所以 我覺得真的健保 如果將來的衛福部長 比較有 魄力的 他還是要堅持說 如果沒有轉診 不可以讓他去中心 家醫科醫學會也要出來 大聲說 要信任我們 讓我們的家醫科醫師 先第一線來照顧你們的健康 健保幾乎就是 你直接跑去大醫院 或者專科醫師的地方 支付兒就給他雙倍 把他加倍 這樣從制度面 可以把他拉回來 是啊 希望這樣 看可以真的在台灣 希望看你做部長 我太老了 所以當您做認證一定為行 曾經 曾經有要我去衛衛生署 但是我那時候也沒去 所以現在這麼老了 不再想這個事情 但是 好的建議 對國民健康可能更好的一個制度 我們也是要來想辦法去推動 那大的問題不講 你家醫科訓練後 你在國醫做多久 我在國醫做七檔 做七檔 做一個主治醫師 對 我家醫科是 第一檔 做運師 第二檔 做運師 第三檔的總醫師 我知道 所以我主治醫師做四檔 這檔出來 OK 那你怎麼想說要出來開業 因為 你家庭醫師在醫學中心裡面 要怎麼做家庭醫師 喔 不然都叫你做什麼 所以你都在做體檢 哈哈哈哈 叫你去做體檢 這個衛冕大財小用了 然後 你想想看人家走到醫學中心 他如果小孩要看病 他會看小科 他會看家醫科 他會看 比如說 月經的問題 他看虎三科 他也不會看家醫科 他都在那邊看 對對對 大家都要做那個專科醫師看 你一個醫學中心裡面 家庭醫學科的角色 沒想沒想 沒想 所以 其實我建議 院方 家庭醫學科 必須要有社區的診所 OK 讓醫生 當社區診所 真的 真的看第一次的問題 對對對 那國醫沒有做事 那國醫家醫科還在呢 有啊 有啊 我當然 他們的角色敢不出事 也沒有 我不知道 沒有派去告急診就好了 你知道 有很多醫院 請不到急診醫師 家醫科去啊 對 家醫科最好用 之前的習近醫院就是這樣 哈哈 習近醫院 真的 對 習近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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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多 他就是怎樣 他真的 急診醫生很難請 他都給家醫科醫師 在購急診 而且 張瀚珍 醫師也很厲害 他家醫科很大 他家醫科 十幾個VS 一半在支援急診就對了 這樣 其實家醫科醫生 真的好用 好用 好用 對 安寧照顧也家醫科 安寧照顧 現在是家醫科 安寧照顧 安寧照顧 很重要 對 很重要 這個需要跟觀眾 聽眾朋友分享一下 因為 我們在台灣安寧 還有很多可以推廣 很多人都沒有了解 他說 叫他去安寧病房 好像不是說 叫他去等結束 這樣就不可以去 學生 學生是怕 要叫老闆 不要安寧 不好 對 抗拒 你是怎樣 所以這 你讓大家了解一下 其實安寧不是放棄 醫療 對 安寧是說 比如說已經到 走到人生的最後一階段了 比如說 癌症的末期 我說的是末期 想到那裡 我們醫療上 其實可以做的事情 已經很休憩 對 我們沒辦法再叫這個生命 沒辦法叫這個生命 你去做什麼 有的沒有的 還要插什麼 講什麼的 其實對這個人 本身是痛苦的 所以安寧的意思就是 讓這個人可以 好好安詳的 跟我們告別 很有尊嚴 對 不痛苦的 跟我們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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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本來就要走到這段 就是說最後這段 檢查他的痛苦 對 讓他很和平 很安詳 有尊嚴 對 所以說我不再插管急救 什麼 因為你知道我插 之後他再拖幾天 也是同樣的結果 也拖 沒什麼意思 對 所以這安寧照護 現在安寧照護 不一定要拖椅 在家裡也不可以 對 這家醫科就可以做的事情 對 家醫科醫生會去家裡 不可以把你看 要把你教家屬 你如何處理 讓他舒服 減輕他的痛苦 或是說用藥 減輕他的痛苦 對 或是說可以做什麼 其他的事情 但是呢 真的對這個病人來說 是 點頭又比較有意思 因為 也可以居家安寧 對 像是江心比心 你想想看 你到尾巴的時候 你想要在便衣 還是要在家裡 跟家人告別 對 大家一定都是要回去 尤其我們台灣人 對 如果說外國的人 有原因就在醫院 他們覺得正常正常 但台灣人真的希望 是在家裡 跟家人告別 對 對 我們最佳的安寧照護 就是說 醫生還是 讓你臨完 讓你處理 比如說 癌症病人很疼 他就用各種各樣 讓你可以吃疼 不管大的 吃的 方法 讓你可以吃疼 提高你的生活品質 到尾巴的時候 醫生還是 讓你臨完 都會跟我們說 要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 所以 大家人們都覺得 這是一個很 這四人 可以這樣 跟我們 我們所愛的人 告別 是很好的事情 剛才你說 便宜都把這 叫負責健檢 其實健檢也是重要 但是 我是覺得 你說 有一個 可能 當歌用期的小學 一年級的小孩 都是我看的 哦 不是跟他爬 他還要去那裡 就對了 所有學生的健檢 都能去 有錢 各位 各位包的就對了 所以都在牌子裡 對 不過這也很有貢獻 說起來 不是說這就沒有貢獻 因為 那實在說 有的 你說現在 檢驗我們家來 像我精神科 我看 有的我也不一定 就 可以解讀 這個 數字 這也是一個專業 對嘛 所以你如果說 嘉義高就是 他 他只做 有三個 就是他 他不一定 所以 嘉義高在這方面 也是你們的專長 所以 如果 我們一般人 要做健檢 其實可以先請教 嘉義科醫師 對 就是說你要做哪一部分 才真的 對你有幫助 沒錯 也不是說 去看什麼 總做 不然就是套餐 現在為健檢中心 只要你 幫你收尾太多 對不對 叫你總做 對 我的反省就是這樣 因為他都會問我 像我已經到65歲 我是不是可以做一個 全專心的健康檢查 我說很好啊 你的經濟能力可以嘛 但是我要做哪一部分 我就說 你去便宜 他都有套餐 如果便宜所有的主要 拿來扶子 我跟你說 對 你替他 點餐 對 教他怎麼點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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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不是很有意思 歡迎各位回來 聽醫生說一下 今天給我們訪問的 李家營醫師 很特別的家醫科醫生 他現在開業 你說因為在醫學中心 還沒辦法給你發揮 你這個家醫科醫生的理想 你就出來開業 對 開業之後到現在 你覺得說 要30年了 我開業已經半了 半了30年了 30年了 你的心度是怎樣 你覺得這樣 有讓你 覺得做家醫科醫生 有成就感嗎 我覺得當年比在醫學中心 比較好 OK 所以我經常常有 那種 少年醫生來跟診 喔 很好 就是他要從你的家醫科 來跟診 他們從來要走這條路 對 對 我就說 要有信心 就是說 我們用家醫科的訓練 方式來看白 你不可以學人 聽說 開業就要這樣 要做事 要這樣 要開這些藥 你不可以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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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生理的方法 來做醫生 要有信心 我們家醫科 當然不是專科 所以我們做這個 超音波 沒有人消化科 做得好 你在看心臟 可能沒有人心臟 專科的醫生 很高 但是 你要知道 就是說 我們首先要了解他 這個專業 就是因為你聽他說話 你沈聽 你聽他說話 聽他說話 他有什麼問題 你都可以回答 他發覺說 這個醫生不錯 不是我的問題 我問他 我爸爸媽媽的問題 我朋友的問題 他也跟你回答 我的護照就是這樣 就是說 我沒有辦法 來護照說 我是你的家庭醫師 你什麼事 都會問我 不可能 但是他有經驗說 我發覺 我不管問你什麼問題 你都可以說 讓我了解 這就是很好的信任關係 我就常常在家庭醫生 他想說 當然不管你是什麼東西 家庭科 其實不管什麼科 都需要這個部分 對 但是家庭科 特別吃香的這個部分 不是說 你有什麼疾病 特別有 特別好 你有什麼技術 特別有 沒有人的專科 但是 你跟整個家庭的關係 你了解他們的情形 再來 你全面性 你都中了 你全面性 不管是要問 最廣 不管是要問 有三科的問題 少女科的問題 不管是要問 心中的問題 我差不多 皮膚的問題 我都有基本的事情 我都有辦法 對你回答 我對這些小林先生說 李醫師剛才說 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說 家庭科醫生 貼貼返假 也好 關心願意傾聽 這關精神科的步 也給你學了 所以家庭科的問題 也包括精神科 有 所以就是 他要跟別人 建立很好的 負責型態 我哪有什麼支持性的 心理治療 對對對 都會要做 第二就是說 他們對這個 吉他勝負的病 他們多少人都會去 所以範圍最廣 你說專科醫師 是只有他部分 有些專科領域 他很親 但是範圍不夠廣 他現在都不穿 他現在要看 家庭科是說 我每一個都訓練過了 所以你一般病人 你有什麼宜蘭雜症問 他都會回答 而且齁 他初步先把他篩選過 之後更建議 你這個應該找什麼 有些人常常要找一個醫生 對啊 對啊 我是要找骨科 還是要找神經科 你看一個肚子疼 尤其是女人肚子疼 你是要找對科 對啊 你找胃腸科 還是要找虎三科 還是要泌咬科 還是要泌咬科 對對對 這醫科 我就先拿他去做 健別診斷 我覺得這是很要緊 所以 跟我們說 你們處理的病人範圍很廣 跟病人的關係 其實建立在很溫暖 支持 好像不會是家裡的人 家庭醫師就是 好像不會是自己家裡 那我懷舊有的時候 譬如說 他已經生了兩個女孩 現在看是不是還要懷孕 他還在家裡 他還在家裡 是不是還要懷孕 看他可以生好生命 這要討論 他家裡的人 還好 怎麼是 還有沒有老父的態度 對 還是說 大家 他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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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李醫師 你覺得 我們這家下屋 有間這間 右燈比較好 他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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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可以讓他 諮詢的範圍很看 很看 不說只有醫療而已 婚姻問題也來 養育子女的問題 都中難 就學要找你 都中難 吃頭路肚子 有困難 也要請教你 對 要找保護也找我 所以一間好的 家醫科的診所 等於也是一個社區的 民眾健康照顧的 一個服務站 就對了 我曾經有一個 一個個案 我就覺得很溫暖 就是說 我有一個環節 因為 他重心過心 所以他就 沒想要回去 回去 你就覺得想到的事情 很辛苦 會怕 要怎樣呢 他就住朋友家 住… 住… 不住… 都不可以 一直住朋友家 他要回去 我就說 找這個人陪你 沒有人跟我陪我 他就說 結果呢 我拜託我一個環節 沒 這也是… 對 我知道這個環節的人 我了解 這就是志工嘛 對… 他也是志工 他也是給錢 但是 可以信任 對… 就透過我 找到一個好的陪伴者 對… 可以信任 陪伴者 可以回家了 所以我說 其實一個家庭醫師 可以發揮很多 所以 你也有社會的功能 家庭醫師 家庭醫師的困難 就是叫我 也是要做社工 社工人員 我本身就是被這樣要求 對… 所以家醫科已經 實在是說 如果有好的困難 對別人的幫忙 你這樣 一日子 你現在就看多少人 你這樣 白人 看不完 大家要去找你 所以說 我現在就在打退休 因為我就 有請人待診 有 當然 不過我 因為我這樣看別人 你也知道我當作很慢 你都慢慢來 慢慢來 對 這樣白人 怎麼會這樣 對… 我們現在大八年 讓人詬病 就是說 進來出來 兩人情 醫生只是打電腦 沒時間 沒時間 讓你講話 再來就是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 有個環節要進來 你知道 他問題很多 他是要講的 對… 要聽的時候 我會大家另外特別安排時間 OK 對… 別在我一般看文心的時間 那些環節會唸 都會唸 都會唸 不是唸我 讓你女兒很可憐 所以我就是第一 特別說 好 這樣我們約什麼時間 對… 特別來講 我… 看那個賴齊萬醫師 有請一筆文獎 這個賴齊萬醫師 是從美國回來 我知道 你知道因為美國醫生 本來看別人 都半小時四十分 他們都給別人很多時間 對… 他們就是約診幾個 對… 結果回來持續 做醫生 他說 他一個別人看二、三十分 外面有一堆蛋 就在那裡問 很大聲音 對… 對… 這個美國回來 是有夠煩慢的 一個白人看三十分鐘 又看不出來 一直罵 喔… 他都聽到了 很抱歉 他說 後來等到這個一次 跟他問那個一次 他看一二十分鐘後 想要好處理 還不處理 還要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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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問人家 他還要問人家的問題 所以他說 這我常常都聽 對啊 如果把人看得久還沒 自己看 要看得久 對… 我有個環節就是這樣 對… 奇怪 之前看二十分鐘 我是要看十分鐘就看好了 你們這樣 除了有社會科的功能 你還有心理師的功能 是啊 我們精神科 我真是這樣 我如果看白人 他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要廢談 要做心理治療 我就有心理師嘛 對… 對… 我就說 來我拜託心理師 有時間 一邊來五十分鐘 好好講 沒關係 所以你的家醫科的診所 說不定醫藥也可以 有這種心理師 還是社工人員 如果說平人有多 他們可以分攤很多 平人需要 我們用比較多時間 跟他們照顧 你現在幾個醫生 我現在基本上 時間很少 你自己說得很少 我每個星期看兩針而已 對… 每個星期看幾個星期 在討伐 我每個星期看可以而已 好 你們的母親都在做什麼 我的母親就是 有優環家來講話 喔… 所以那就是 特別的服務 對… 我看兩針 另外還有三針 是另外兩個 女生的 所以都用三個醫生 對… 你們的母親 有時候會不會來一個 群組 如果說平人 有時候兩三個 三四個 都會來 做群組的會談 還沒想到這裡 對… 對… 我們來講 有時候 有時候是 比如說是 失戀的問題 那是大家自己來 對… 但是有時候是家庭的問題 所以就整個會要怎麼來 家族來 對… 我們常常是整個會要怎麼來 這是家族治療嘛 對… 所以我就說可以團體治療 你如果說有幾個別人 差不多 可以作為來 來… 讓他們更好 對… 了解… 對… 這我們的精神 也常常用這個辦法 用團體治療 那就要這樣 我是還沒跟團體治療 還是要是家庭這樣 家庭 家庭… 像家庭 家庭很重要 比如說有些孩子的問題 الذي是… 老伙老婆一定要來 對啊 有時候教養 有時候牽 牽牽 牽… 欸… 對… 其實父母的態度最重要 對牽牽的影響 所以我們有時候有的是 比如說已經 三十幾歲的犯罪了 但是她覺得是 說… 九尾要叫我媽媽來看白 對… 有啦 找找有人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 我感覺就是有它的重要性 你開了三十幾年了 你剛才說辦退休 你是真的想要退休嗎 江湯 這說出來我懷孕給我 對 你還說我不會退休 他不一樣 他不一樣 他不一樣的興趣 你還有什麼其他興趣 我真的想要環遊世界 環遊世界OK 這不可以說不行 我真的想要做建築設計 我真的想要做旅行作家 我真的想要說 譬如說 一個鎮 住一個位 深度旅遊 人文旅遊 你出什麼問題 第四分 第四分 我們李佳營醫師也是一個很出名的作家 我知道 不過這個 做醫生和這個沒有衝突 做醫生沒辦法說一個月都沒庭 那一個鎮人住一個月 就兩個醫生帶診三個帶診沒問題 我兩名也要請教 我要去澳洲看我做兒子 那我一定要三個禮拜 那醫院其他醫生就會幫忙 你診所只要有其他醫生 病人會體諒 對 你跟別人說 我已經經常在修圖就對了 對啊 所以旅遊作家 這就不用放棄了 這就不用放棄了 那就是要叫我做醫生就對了 不是 因為對病人來講 有這個好醫生 總是 你怎麼不會那麼老 我七十四歲了 我還在照顧住院病人 不是只有門診 住院的病人 所以你看我 真的 我的朋友大家都聽到笑我 叫我睡覺 說 我七十幾歲 還在救住院病人 病人有這個需要 那我就覺得 你說了 真的好 真的好 誰讓你不敢說 要退休 我其實 那不是說 沒有這些牽掛 我都想不想做 但是真的有牽掛 你早就比民作錢 我真的 我也想要寫文章 對啊 我就想要寫小說 環球世界沒關係 環球世界做你去 不 寫小說絕對 這沒衝突 越沒用的醫生 這麼多 不是那個比較硬的醫生 比較在寫 我出十幾本 我也很沒用的 但是 越沒用 越有創作的靈感 所以我們共同的朋友 我對大園百附近 傳家加醫科診所 不妨去找找好書 如果說 真的有需要 要跟李醫師談談話 請免客氣做你一筆 沒有啦 預約 一筆預約嘛 對不對 我們有預約 可以打電話去預約 對 這樣 當然 他說 想要環球世界 我們不反對 一年好幾個月 我看 也是可以接受 大醫院也有休假 對不對 何況診所 你可以決定 你的興趣可以兼顧 如果還可以 你現在比較六十 六十 六十四 六十四歲而已 連法定退休年齡 都沒到 何況你身體那麼好 服務到七十歲也不為過啦 不過這些興趣繼續啦 我是覺得 不必放棄啦 你自己有運動嗎 有 我現在也在運動耶 在中訓耶 這樣好 這樣身體健康 才可以 做很多你手蜜的事情 我不要說 才可以看很多人 讓你做很多你手蜜的事情 還可以更長久 李醫師 我們下禮拜 我請你繼續來 因為我知道 你還要關心很多社會的事情 你做過什麼 婦女薪資協會的理事長 所以那些事情 我請你來空中 大家分享一下 好嗎 因為我們時間到這裡 好 謝謝 謝謝